各位观众,17届中上运动会的体操比赛在台南成功大学的体操馆举行。 现在所进行的是高中女子组的规定动作,要进行平均台的比赛。 现在出场的是台北县立新庄中学的女同学。 这是高中女子组的体操比赛,他们一共有五位同学,代表新庄中学。 平均台是非常不容易做好的,裁判员都在很细心地来看他每一个动作,然后加以兴奋。 四周围都没满了观众。 现在第一位同学是107号,他已经做完了。 第二位同学要继续参加比赛。 二十一百零零八号。 通常现在这种翻滚是很困难的 如果不小心的话 就可能搬到平均台的下面去了 做完了它的动作 现在进行的项目是男子体操 是大专男子组的调环项目 也是规定动作 大专男子组的调环一共有四个学校参加 是陆军国校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、海洋专科学院跟省力铁专 现在是由海洋学院所进行的比赛 海洋学院一共有五位选手 每一位都做一次调环的动作 这是体操比赛里面大专男子组的规定动作 体操比赛一共要再到四月三十号的上午才能够结束 现在继续第二位选手的比赛 那是海洋学院的三百一十四号 现在继续由海洋学院的三百一十三号来进行他的比赛 提出正于大专男子组的下午才能够结束 就是很荣谈的不 pictures 我们下午才能时提到一位 需要提出不同的是体操开 谢谢大家